想充高分的玩家就優先令你們隊伍整體等級到90級 因為影片開始時 大家可以按個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繼續玩鋼之鍊金術CM 話說聖誕節活動剛剛推出 有不少觀眾都問到底這個關卡如何打高分 所以這次影片會簡單用一兩分鐘 介紹一下這個活動如何打 以及這個活動到底有什麼道具值得大家對換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首先第一部分 大家只需要解完所有的主線 主線一共有七個關卡 解完活動任務七個關卡 分別會有普通的入場券 以及特別的入場券 這兩個入場券分別可以令到大家打的關卡 會有額外的分數 入場券除了透過這個活動主線可以獲得之外 我們可以按右下角 我們每日只需要挑戰這個每日遊樂 分別都會有三張的入場券 以及五張的普通入場券 所以入場券方面 我們只有這兩個方法獲得 了解完入場券的入手方法 帶大家看一看這個每日遊樂 每日遊樂主要是滿足每日要求 隨機打一次就會獲得相關兩張入場券 越高等級的關卡就會獲得更多聖夜禮盒 建議各位玩家可以先由簡單開始挑戰 簡單和困難中只牽涉到100點的禮盒 所以大家都是優先選簡單來挑戰這個遊樂活動 獲得完入場券之後 大家就可以按大作戰 大作戰分別有傳統項目和加分挑戰 加分挑戰的優先開了第一行 第一行可以令對方的等級上升 提升的百分率是目前最多 800%以及1600%直接令對方等級到80級 還有關鍵項目是提升3200點的敵人等級開放到90級 所以大家想打高分的話 加分挑戰優先開了頭兩行 開完頭兩行 之後才開後面兩行 後面兩行分別有甚麼呢 就是令到最大回合次數下降 以及敵人數量增加 到第十天 基本上所有玩家都可以開了所有的加分挑戰 傳統挑戰的話 其實目前都是跟隨任務來開啟就足夠了 何謂跟隨任務來開啟 我們按左下角 左下角你會看到有不同的任務 任務裡面除了獲得鑽石 還可以獲得剛剛提及到的聖爺禮盒 挑戰的分數越高 獲得的獎勵就會越多 這個關卡大家最終的目標就是9萬分 十天內基本上要達到都不成問題 只需要令到我們角色的等級去到越高 挑戰90級的敵人都輕而易舉 還有其他任務 當中包括用兩隻指定角色去挑戰關卡 去到23,500點 一共可以獲得2,500個聖爺禮盒 剛剛提及的任務就可以根據以下這一堆組合來完成挑戰 在這個情況 我會用最簡單的方法 截圖 截回相關圖 然後再點選 例如 希普大作戰 裡面有 傷勢未遇 沉默的羔羊 後髮制人 以及移形換影 然後按一按前往 再點選剛剛四個項目 如果已經開啟的項目 他會自動幫你選擇 換句話來說 我還有兩個項目未開啟 這個情況大家可以開剛剛截圖 看看哪個圖示 然後再開啟對應的項目來挑戰 挑戰完成之後 就會有鑽石和剛剛提及的聖爺禮盒 主要的目標就是解除以下這一堆組合 這樣便完成整個活動關卡 如果對分數沒有要求的玩家 跟著解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方法 亦可以知道 到底為何別人會這麼高分 直接按排行榜 點選對方的頭像 便會看到對方用了哪些項目 在台服木齒的階段 大部分的玩家 都只開了強敵的規格3 因為最有效是提升分數的加成 一次過是可以有1600%的 其他藍色的項目 其實影響性不大 最大影響性 都是這個加分項目 想充高分的玩家 就優先令你們隊伍整體等級到90級 因為整體等級到90級的話 就可以挑戰剛剛提及的加分挑戰 強敵規格4 直接有3200% 敵人等級到90級 好 簡單介紹整個聖誕節活動 總括來說 無課玩家只需要跟隨所有任務解 滿足所有分數 利用限定角色滿足分數 跟著相關組合解除所有關卡 領取所有禮物盒便可以了 領取完禮物盒 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禮物盒有甚麼換 我目前的階段 我會優先換了SSR的卡片 例如魂尼 魂尼的好處就是令你的治療效果提升 蠻適合醫生 而愛德華這個協同攻擊傷害提升 我是一半半 所以暫時還未換 還有換了的就是召喚券 SSR角色的召喚券 以及真理之門和知識之門 是用來突破我們的SSR卡 以及SR卡片用的 基本上大家換了頭六行的道具 都沒有足夠的禮盒 有多足夠的禮盒便可以考慮換順賴度提升 潛能精華的也可以換一個 可以reset你們點錯了的天賦 何謂點錯了的天賦 我們出回主界面 例如紅蓮 木慈的情況 我們點了上路 但後期大家發現下路是有用的 想點下路就要用潛能精華 就可以reset上路的技能 變成點下路 大家要留意 不可以兩招技能同時開啟 只可以二旋一 因為當時有不少入伏的玩家 都以為潛能精華可以同時開兩招 先離身是不可以開兩招 大家一定要留意 影片到這裡結束 不知道今次的聖誕節活動 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可以給個like 還沒訂閱的觀眾 記得按訂閱鍵 方便接收 降之鍊金屬CM 最新的攻略資訊 以及分享給你們有玩的身邊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還沒禮貝 個樣子 Everyone